我就是HR的Joseph Joseph Kong 今天他會主持大家這個訓練 同時也跟大家介紹 我們今天也有另一位 就是我們HR的同事 Eddie 認住他的樣子 今天我們也會有一些環節交給他 同時我們今天這個課程也好 專為大家而賜 我們也有請到一些 每大學的同學 和我們一起開發這個課程 這個時候我們不如先見一句 是不是? 好嗎? 我這個 拆散了 拆散了 今天叫報仙 你們聽到一些指令的時候 要做一些事情嗎? 第一個報仇我已經講過了 先講關於溝通的基本技巧 無論大家今天還是明天還是後日 日後進身到 可能升職Joseph做管理層 我們一樣都會學的 因為溝通是很重要的 重要到你是搭手 都應該要學會溝通 我們現在首先學到一些基本的東西 什麼叫溝通呢? 溝通不內乎 就是有些信息需要傳達 是不是? 是資源更需要的嗎? 確保 對方 是接收到的 否則的話 你是自言自語 只要人自語的話 就不用這麼溝通 真溝通 現在簡單來說 就是需要兩位 或者以上是普通分析的 更且雙方都會理解到對方的 為之叫溝通不內 這個不難定答 好了 今天呢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我最先這個部分 很想講的 就是溝通的三大功能 好了 溝通的一大功能 剛才我們剛剛講完 就是要有些信息傳達 什麼呢? 包括建立關係 當我們溝通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 其實在上床 對方建立關係 所以我們在工作上 有沒有當我們回應上司 回應客人 或者回應身邊的同事的時候 除了將一些資料性的告訴他們之外 同時我們有個想過 其實是要跟他建立關係 但不止到一些社交同益呢? 好了 第三點了 第三點呢 就是爭取溝通 就是說我們去講那個說話的時候 其實是想建立自己的形象 那我就想跟大家講一下 關於溝通的過程 好了 當你說的東西出來的時候 自然就是有那個信息在裡面的 對不對? 自然有那個信息在裡面 譬如你想說的 一會兒去哪裏吃飯 那你不想問一會兒去哪裏吃飯 這是不是你的信息 其實我們日常溝通裡面 哪一些東西 原來最影響我們溝通得好不好的 誰覺得用詞最重要的 原來的信 怎麼說 句話怎麼說 最影響 OK 1 2 3 4 5 6 各位用詞 OK 多謝 好了 誰認為把聲音要夠大夠響亮 當好聽 我們有一位 我聽到你一定會很喜歡 人的聲音的人 對於聲音的運動 好了 那誰覺得身體意義是最重要的 又有表情的動作 OK 兩位男同事 OK 好 非常好 那我們來看看答案 我們來看看答案 哇 原來呢 大家都有很多人猜錯 OK 最便影響到那個溝通成效 然後呢 原來是身體意義之分之不足 我們在說溝通成效 怎麼才能做好這個動作 好嗎 還有最重要的部分 這個部分 我們又想通過一個練習 去跟大家做的 通過一個練習 叫做 你我有得四 OK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想請大家看看你的桌子裡 是不是有一張 紙 每人一張 不如我們拿起 每人一張紙 這個很簡單 一個小遊戲 是要做些什麼呢 很簡單 我就會讀一段字 出名 讀一段字 你們就按著我的指示 去做 行不行 有些東西會影響我們溝通成果呢 其中一件事 就是一定要透過雙向的溝通 這個部分呢 我需要借助大家的手機 我想大家 投票你覺得 最能溝通的是哪位 我們發現呢 原來大家覺得 最難溝通的是老闆 是老闆 上司 有8票 下戶是2票 OK 不過呢 我更加想大家想 就是 為何這麼難溝通的 有 朋友呢 覺得呢 性格不同 是不是 即是說是上司的性格問題 即是人格的問題 第三個部分呢 就可以說我們溝通風格分析 大家聽著自己的指示 我現在會派一份 大概是需要五分鐘左右 會完成 五至十分鐘 會完成的 一份 叫做 類似心理測驗的 OK 如果有些是不認的 其實可以選擇 這裡呢 左手面左掃呢 就看看你是幾個分 就畫一個 在那條線上 OK 例如一個例子 你左手面是 2.7 OK 如果你左手面是2.7 我們看看橫那條線 2.7 在哪裏 中間是2.5 這裡是3 那出2.7 在這裏 我們先拿一個交叉 在這裏 好了 第二步教 我們看看B 即是右手面分數是多少 右手面的假設就是3.4 我們看看 打直 Vertical 打直 那一行 你3.4 即是在3的下面 我們又畫一個交叉 OK 我們先畫這兩個交叉 大家按著你剛才的測試結果 站去相關的路線 還在中間 同時站在中間 站在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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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笑 我在上邊看你 快點你問了我的意見 但是Driver不是要的 Driver是我說去就不會去的 不去我會更開心的 Expressive 最重要是可以給他讀 所以他喜歡表達多一點 而且如果在日常工作的時候 就會多一點話說 或者老闆的上司或者我 上出來的時候 問你們的話 你們都會多一點做什麼 威和盈呢 問你們在哪裡吃 你們會怎樣 他都會吃 緊大舉除你們 緊大舉除你們 你呢 你都會選韓笑 因為我會說的 你呢 我喜歡吃什麼 你呢 事難你呢 OK 好 完美現役 我沒有夾過 我沒有夾過 但是他們的語聲相當高 也或者可能他們真的是這樣 Amy又浮的人 還有最喜歡事難 跟大女 這個是非常之明顯 還有很特質來的 他們喜歡 他們最關心的東西 就不是去哪裡吃 最關心的東西 最重要是大家吃得開心 不過有太多人和上色 混合技巧和修律 我們在這個部分 我們會提議一些 很簡單的 有什麼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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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不要做 只要我有合理的理由 我就是沒有責任的了 對不對 像我的立方 好像孤男寡女那樣 我有理由 我和客人吃飯打牌 所以我遲到是應該的 那你就會糟糕 你看劉德華的反應 對不對 所以千萬不要 如果一些東西是適合 或者錯 我就怎樣都可以 就沒有責任 這個是我們在職場上 是需要解釋的 第二 下方 困難的任務 肯定是上司的問題 給我做 要不要做 千萬不要 好快 我們就來到 這個 角色扮演的時間 OK Anne是上司 OK Renny就是 阿嫂 Renny就是你遲到 好 就這樣會遲到的樣子 來看看 是 是 今天這句話是遲到 男士就不會氣流散發 OK 好 我們開始遲到 哇 早晨Renny 早晨呢Anne姐 喂 喂 你怎麼這麼遲 你是不是不舒服 你怎麼回事 沒有 我昨天看過 我看得很精彩 你有沒有看 然後呢 我呢 誰知道我終於不想 我也不想的 因為濕車又遲到 你說怎樣 蛤 Renny 我沒有聽錯 Ogon Renny 是啊 我都知道很精彩 但是呢 你知不知道你今天要上班嗎 你今天要上班 你早點起床 要不你跟阿嫂不要看這些東西 欸 阿嫂 我日上班的獎士 前過一次半次 又有所謂 哇 你現在真的問這個意思 真是 很理所當然 啊 有什麼態度 啊 這個 這邊又有什麼去體會呢 做上司 上司會不會以剛才你那位下屬的形容 好啊 你覺得他很好 那你講一下他怎樣 好啊 塞了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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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塞了一枚 原來塞了一枚 是有用的 那就記住了 我們有些分享的內容 會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有興趣會想知道 你們的工作室內 跟上司的溝通 在溝通上有什麼體會 其實之前在ENTA組 原來是一個上司 他是哪種類 他是一個玉米主義 是 好像剛才那四個風格 他是一個Driver OK 即是很難完成他交給你有沒有 有些像我們今天提過 即是當上司交託 困難任何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樣 他有一個project 是跟英國鐵路的 那我要去搜尋關於 這個貼路有些司機的數據 和一個罷工的東西 這個罷工是很神奇的 在Google都可以找到的 但是一些很特別的數據 這些是找不到的 但是我又不會 我們有沒有找到 那些信號錯誤的朋友 有保契 每一個月就會有一次 我也想知道 英國人現在是否也是 沒有啊 這方面用到我去搜尋 是我的 是我的 這個任務是一個月做的 但是這一個月 老闆幾時上班 我多時間去廁所 即是我心想 我真的要去搜尋 那方問一下老闆 不知道什麼事情 很正常的 不如老闆說了一句說話 其實呢 我這裡有些英國鐵路那邊的 E-mail 你和你的partner 看看誰寫E-mail過去問一下 那些信息就可以了 然後我心想說 其實是為什麼 好像早上 和老闆呢 就是我自己 去廁所 怪不得 去廁所 一個月了 對 最初呢 又怕老闆 好像老闆一樣 喊 即是見他上班 又去廁所 是出了你自己 對溝通的套路 對 對吧 你又不知道他個人是怎樣 你就以為呢 是 方是好事的 但是呢 最後是發現 原來你一問 他就馬上去幫助你 給了招呼 不過我們有聽男生說的 Komi 是 你是什麼公司 剛才說 是 I am 做 那時候 剛巧 教你一個大的活動 出去搞一個議題 還要出一份E-mail 去宣傳 叫D會員報名參加 那他當時 我的管理員 就跟 我剛開會 說要怎樣改 要怎樣改 說完之後呢 就跟我說 因為我是負責做 那個E-mail 寫出來的那樣 他就跟我說 這個要執行 那個要執行 說了十幾樣東西 那我當時 當然是 不停地說 好 我要執行 寫完了 他做的時候 發覺 其實有些事情 又不清楚 又不清楚 那時候 這個情形 就是我們 經常都發生的 老闆也說 你一直抄 你有沒有抄 這個也不容易 因為老闆多了 我們都要抄 有時候 未必是 那麼特別 如果管理員跟我說 要藍色 你要這隻藍色 那隻藍色 你明明不清楚 你都不知道 可能他想要的 是否 我做到出來的 可能要一段時間 自己去決定 而且很不知 怎樣做 所以做出來的那件事 就完全不是 管理員想要 那交給他的時候 就好 要再告訴我 他的要求 當時 交給他 第一份初告 就是六點鐘 剛剛我收工的時候 我打算 交給他 做閃德人 就行了 誰知道原來 他已經 心想說 你加分 對他 就是要 什麼都大改 每個位置 都很有問題 沒有那個位置 就是沒有我 問他 是否想要 沒有雙倍抗 所以 變相 我誤會了他的意思 而他又覺得 他的意思 已經傳達到 所以 還要去OT 因為第二天 早上 還要出 來到這裡 不聽的程度是怎樣 不聽的程度是明明 讓老闆見到你 或者想 你都不聽的 請假就無通知 不申請 或者 發了個WhatsApp 當批不送 明白嗎 我所指的 不懂得 不是說你不說 我知道現在 我們這一代 是很懂得說 這個禮拜 我家有些事要處理 這個禮拜 下禮拜 幫你追回我 那些 那些 剛才教過 千萬不要說 那些 那些 不是啊 不行的 不行的 不要搞我 不關我的事 不是我贊任 你找他 其實這次的項目 我們都學了很多東西 首先我覺得 要先多謝我們這個團隊 其實我覺得 整個團隊要去工作 整件事出來 可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然後我們這次的情況 還要去一間公司 去辦一個訓練 而是真實的 那 跟我們之前 往年 在T&D的過程裡面 或者我們在 我們學 就是表演裡面 我們學到的 可能是另外一個 靈活 還有我覺得 有一件事 我自己負責的 就是 要不斷去想多些 很多遊戲 不同的想法 那在當中 其實我會覺得 原來搞春明 是要很細心 或者我們要很 認識 或者我們很多時候 都要去 去 care很多 和細心 我們究竟 每一個步 我們有什麼 某的地方 我們都要清楚 而且我覺得 教別人 和我們自己學 是兩件不同的事 因為教別人的時候 我們要自己 首先我們自己 要理解了那個內容 我們要消化 然後我們再去教別人 那其實這個過程 其實是令到我們 學了很多東西 今次這個 訓練的網站 其實學到很多東西 是由整個計劃 整個訓練的網站 整個訓練的網站 各方面 都會和管理人員 去談論 看看內容 或者各樣東西 有沒有什麼 要再 rearrange 或者各樣東西 整個步驟 整個過程 都是學得更多的 因為 你要整個流程 流程都很滑 的時候 我們本身同學 和管理人員 一起去談論 看看 這個審査方法 好不好 或者怎樣去 去教 會好一點 可以直接 好一點 去表達 去承受一些 可能一些 的 知識去給 那些同學 然後我覺得 我和KKingKing 負責那部分 的 panel discussion 其實是 都學到很多項目 就是會是 從學員的想法 去想想 他怎樣去收到 那些訊息 由我們 我和KingKing 的口裡 聽到的經驗 可以得到 更多的得罪 都學到很多 可以知道 怎樣去 去審査 一些 知識 更加 效果 通過 今次的訓練 我覺得 我最新的體驗 就是 這個 因為 我在我們組的 組員身上 可以看到大家都很 全心全意地 去投入這個活動 大家都很 互相關注 互相信任 而我自己 也是因為 大家的支持 才可以 有信心地 完成這個任務 第二 而在不同的組員身上 我亦都可以看到 不同的 leadership style 譬如說 KingKing 她在前期的準備過程中 她是很注重 不同的 strategy 以及 面對著不同的意見 她都會盡力去找一個 最好的解決方案 而她都很注重大家 給她的 feedback 而做得最好的 總結來說 我覺得 只是因為我們組員 亦有 Follow員 亦有 Leader 所以才可以 把這個活動 搞得這麼成功 而獲得大家的 喜歡 所以透過Leadership 這個課程 跟一間公司 合作的大陸 Cooperate Training 其實整個活動 我也很開心 因為可以 培訓到我成為 另一個 不同的Style Leader 以及看到我 原來也有另一面 Leadership 首先 在計劃的過程中 其實我是一個 Equative Follower 因為 其實L&D的Manager 我會 在活動過程中 L&D的Manager 都會很積極地 給予 feedback 以及叫我 怎樣才做得更加好 她都會這樣指導我 所以我就會學習到 她的思維模式 以及她的工作模式 令到我成為更加 知道如何成為一個好的Leader 另一方面 就是活動當日 活動當日 其實我也擔任著一個 Courage 以及Supportive 的Leadership 因為 一開始 其實參加者 都比較被動 以及比較害羞 所以 我就會不斷 叫他們 勇於發問 給他們多信心 讓他們更加 投入的活動 以及希望 明白他們 他們明白我們 整個活動的 背後的目的 以及意義 其實我在當中 都發揮著 這兩個角色 希望幫到整個團隊 這次在我們整個 Courage 裏面 我都學習了很多 首先我明白到 原來在我們職場工作 那時候 我們面對上司 可能會有不同的種類 就算是這樣的話 我們跟上司溝通的時候 都要有很良好的態度 其實可能往往 我們以為上司很聚重 我們做出來的事 成果 成果 但可能上司最體重 是我們跟他交代事情 那時候用的態度 就算有時候 我們不可以 準時這樣完成的事情 那如果我們可以 有個良好的態度 去跟 正式溝通的話 可以知道 我們有什麼難處 其實這件事情 都會很容易解決的 這個project 我覺得 跟其他組員相處得 非常開心 那在 在 工作室之前 跟其他組員 都有很多次的 我們 brainstorm了很多次 關於這個project 如何運作 運作 其他組員也非常積極 例如他們平時上班 對於訓練方面的經驗 去 能夠我們這個workshop 更加完善 然後我們去公司 跟L&B manager Joseph 聊過project的時候 我們 全部組員都非常積極 而且非常主動去答一些問題 去問一些問題 然後在正式workshop 那一天 我參加了一個 participator 和 guest sharing 角色 在組裏 我跟其他學徒 一起參與遊行 一起去回答問題 一開始他們 可能有一些 怕醜 但是我會主動 會領導他們 會 邀請他們 去更加 engage 這個workshop 在這次訓練當中 我都自己擔任一個 coordinator 的角色 主要協助同學 和 manager 兩方面要溝通去設計 一個公司所需要的過程 在這次訓練當中 我覺得最困難的就是 我們需要去設計 這個課程 要符合公司的mission 和 mission 同時都要了解 參加者的狀況 去從一個 audience 的角度 去設計這個課程 在這個準備 這個 training 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不同的意見 是無可避免的 因為我們需要拋出不同的 idea 拋出不同的意見 在這次訓練當中 我學懂得 如何去認定 我的 team 味之間的意見 不同的 idea 因為很多的課程活動 課程都會 都是由我的 team 味 大家一起想出來的 因為作為一個 HR leader 在未來 有到不同的機會 去組織不同的活動 溝通 信任 在這個 project 當中 是非常重要的兩個元素 最後 作為一個 leadership 的 project 我覺得自己是一個 transformation role 的 leader 因為通常我們都會鼓勵 他們的 team 味 去擔當不同的角色 去inspire他們 有不同的有趣的意見 同時我都覺得自己是一個 supportative leader 因為我覺得自己 show 到一個 commitment 給他們 展現出 頭腹的狀態 給一些 team 味感受到 他們都會有一個全程頭腹的狀態 有效地完成整個 project 大家好 我是張立 透過這次 workshop 我主要學到的東西 就是怎樣跟上司有禮貌的溝通 就不要用一些不禮貌的字 其次就是如果上司要求 你的任務不可以上司交到的話 你最好說一聲盡快 什麼時候交回來 還有就是我覺得身體意願都比較重要 多做些手勢 就是這樣就可以令地方感受到你的意見